何所攀缘 并本 未有攀缘 从有攀缘 则为并本 何所攀缘 未知三界 云何断攀缘 已无所得 若无所得 则无攀缘 何为无所得 未离二界 何为二界 未内见外见 是无所得 这些全是经典 因为时间关系 师父把这几句经文 简单地跟你们讲一讲 何为病本 未有攀缘 就是说 人生病是因为攀缘 就是没有得到的 而想要去得到它 从有攀缘 就是因为你攀缘了 则为病本 这就是你生病的根本 你为什么会生病啊 因为你攀缘 何所攀缘 在哪里来攀缘啊 未知三界 你只要人在三界当中 跳不出五行 脱离不了六道 你就会整天地攀缘 也就是说 你在天界上 在人间 在地府 你都会攀 师父给这里的秘书处小朋友 一个小负负责人位置坐坐 过两天再换掉 马上就有人不开心了 师父就是要锻炼你们 今天上 明天下 能上能下 如果你们觉得 无所谓 你们就成功了 只能上 不能下的人 成不了大器 成不了很有能力的人 有个大富翁 当年是卖塑料的 人家是怎么坚持下来 获得成功的 一个人只有上上下下 才能经得起风浪 不经风雨 怎见彩虹 接下去 云河断攀缘 就是怎么样 来断攀缘 以无所得 你知道自己 到最后 什么都得不到 新经里面 有一句经文 以无所得故 现在明白了吧 因为你们现在 想不攀缘 你就要懂得 最后什么都是 得不到的 你就不会去攀了 若无所得 如果你什么都得不到 则无攀缘 佛经上讲 如果你知道 到最后 什么都是没有的 都会离开你 就没有什么可以攀的 何谓无所得 什么叫无所得呢 为离二见 就是离开两个见 何谓二见 为内见外见 就是说 你的内心和外心 你都要离开 不要内心烦恼 外心贪婪 内心外心都无畏了 是无所得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的内心的烦恼 也会没有 你的外心的贪婪 也会没有 所以无所得 就没有挂碍了 下次再跟你们讲 菩萨是怎么调伏其心的 是怎么样 短生老病死的 师父每次上课 在教育你们什么呢 就是在教育你们 做人要做好人 不要去伤害别人 做人要有智慧 要懂得自己的心 要对得起 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你们不要管别人 怎么想 怎么看 你们要好好的 管好自己的善念和良心 好好的管住自己的 这个贪心 不要贪得无厌 好好的管好自己的 这个恨别人的心 不要愚痴地以为 自己做什么都很聪明 以为人家都不知道 得不到的事情 还要拼命地想去得到 管好你们的 这可痴心吧 不要再去妄想了 否则 你们一定会堕落 多少人跟警察搞 以为自己做的 天衣无缝 最后 怎么被警察抓住了 因为他以为 自己很聪明 他以为 警察不会找到他的 这就是愚痴 想一想 一个小孩子 二十岁的智商 能跟五十岁的人比吗 你以为自己讲话 天衣无缝了 人家五十岁的人 一听就听得出来 你以为 你是很聪明了 但是 你这个聪明 是建立在 你二十岁的基础上 你永远达不到 五十岁的基础 所以 做人要谦虚 有些年轻人 高傲 自大 狂妄 这也是鱼痴 有句话说 很多人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多 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走路时 越是年纪大的人 越怕走错 而年轻人不怕 年轻人遇事 拼命往前冲 上了年纪的人 碰到事情 就往后躲 因为他遇到过烦恼 所以 他才不去惹烦恼 我们做人学佛 也是这样的 有句话叫 出生牛犊 不怕虎 师父希望 你们在学佛当中 在人的生命轨迹当中 千万不要走偏差 不要出轨 不要自己害了自己 每个人都回忆一下 你们过去做错的事情 是谁害你们的 全部都是 你们自己在害自己 讲话 眼神 动作 思维 哪个不是 你们自己在害自己 谁逼着你们这么想的 谁逼着你们去做 这种行为的 全部都是 你们害死自己的 事情做错了 才恨自己 我早知道 就不要说这句话 这就是人 是因为你不圆满 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佛 多听佛经 你们会增长 很多 佛的智慧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